傅大人归香乐 一双棚骨灰抵台 再见三镇中华队营啦 到最后看到爸爸可以平安 无痛地离去 使我们全家人获得很大的欣慰 他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燃烧这几个社会发生 可以让绝症病患 到最后有多一个选择 真的是非常感恩 谢谢大家 谢谢 前提主播傅大人6月7日 在瑞士尊严机构执行安乐善中 摆脱挨摩折磨 一滴已在6月11日火化 13日家属带着傅大人的骨灰回台了 傅大人的骨灰大概是那一天 大概是夏日大夫妻学 非常感兴趣 非常感兴趣 谢谢 谢谢 富达人骨灰将安葬在金山基督教平安园 他生前极力推动的安乐死法案 未来交由该儿子礼数全继续完成 娱乐动新闻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